当然大家说台湾经贸远不起大陆 对远不起大陆 但是我常常这样讲 就算台湾是美国或是欧洲各主要国家的第十大贸易对象 中共是这些国家的第一大第二大或第三大贸易对象 这些国家大概不会因为为了第一大贸易对象 就放弃第十大贸易对象 应该这样说 这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来比较它当然有差距 但对欧美这些国家来说 我不会为了第一放弃第十 也不会为了第二放弃第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从一到二十我都想要 是 对 它的逻辑应该是这样 所以它并不是说是一个比较完之后就可以舍弃的一件事情 我在说就是台湾的经贸价值对这个国家来说很重要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我想大概欧洲国家讲过 然后布林肯也出来讲过多次 他们说台湾海峡呢 每天有很多货柜轮经过 每天经过台湾海峡的货柜轮占全世界百分之四十八 几乎是一半 换句话说国际贸易每天有一半的经过台湾海峡 讲得粗浅一点了 大概就这样的意思了 所以你说如果台湾海峡真的台湾被中共拿走了 或者中共不要说拿走台湾了 它经常骚扰台湾 然后就搞到台湾海峡不能走像红海样 大家去绕一下 虽然会增加运费 然后也可以过去 但是大家觉得说我何必花着力气呢 而且我何必冒着风险呢 如果台湾海峡仍然是公海的话 那不是更好吗 所以这是第二个 也就是台湾海峡重要性 第三个就是大家论清楚了 台湾的半导体嘛